Hello 大家好 我是莫莉 如果这个时候和女生的话题依旧不能够打开 她对你依旧没有兴趣 那么你会发现你想要邀约她这件事情 只会变得难上加满 所以为了应景 我先跟大家说三个了解技巧 让你和女生的话题迅速的打开 为你邀约她所想最好的准备 我们先说第一个最有效的 在男生和女生聊天的时候一定要会用的是什么 是推拉 不懂得推拉就是外行和内行最基本的一个标签之一 推拉的聊天是能够让妹子对你产生强烈的情绪的 而如果你只是很平的那种聊天的话很难有 很难有情绪在里面 我们常说推拉能够做一个什么效果 推拉能做的效果就是情绪过三侧的效果 简单的解释就是我们会让女生升高的态势的时候 降低你的需求我们推着她走 等女生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又拉回来安慰她 但是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推拉的尺度 不能够说一些非常带有强的攻击性的话 去打击别人自信心的话 去羞辱别人短促的话 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然后再拉的时候呢 你也不能够让女生觉得你是在非常努力的争取她 你是在故意的讨好她 就比如说女生说你怎么老是这样 你是不是喜欢我 你就说我的妈呀我太喜欢你了 其实太喜欢你这种就是给的太多了 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让女生知道她和你之间是有兴趣的 有一些火花的 但是呢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 是再发展 是再发展 不能够只推不拉 也不能够只拉不推 在推了之后呢一定要一句话拉回来 在相反的拉了之后呢 又要适当的推出去 这样一推一拉 女生就会情绪上有坐过山车的感觉 说到这里呢 可能有一些同学会比较的迷茫 那么没有关系 我们来举个例子 就女生问你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呢 男生就会说我对谁都挺好的 特别是那些猫猫狗狗 女生就可能会生气说 哎呀我又不是你的宠物 原来我和猫啊狗啊是差不多的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说什么 你就应该说 当然不是啦 你是我的优乐美啊 我要把你捧在手心 这个女生就会说 哼你就知道撩我 那女生在说这句话之后 看起来正常是完结了 但正常呢 在这里 为了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 就是 我们要把这个推拉继续下去 在此处你可以跟她多说一句 多说一句什么 那现在换你来撩我咯 所以你要知道在这种一来一回之间 一推一拉之间 女生的情绪就被你调动了 而这种暧昧的氛围 在这种一推一拉之间呢 就已经产生了 哎 他问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其实目的呢 女生是想要试探你 想抬高自己 这个时候如果男生要说 你这么可爱 我当然对你好啦 你这么可爱的女生 这么难遇到 我肯定要对你好啊 他就会接着问你 那 如果有一天 遇见一个女生她比我可爱 你是不是会对她比我更好呢 这就是 自己往坑里跳了 因为他在高姿态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打压他 要进行推 我最近猫猫狗狗也很好 他听了就会觉得 你怎么这样 你拿我和猫猫狗狗比 甜言蜜语又把他给拉回来 让他觉得 他心里面是有我的 他不是看不起我 而是他是一个小机灵鬼 他在和我开玩笑 那是玩呢 所以 这种情绪上的过三车 别人不能够给他 你能给他 那你觉得他会不会对你有兴趣呢 第二个技巧是什么 幽默自夸 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 因为 男生如果不自信 真的是非常掉价的 非常掉价的 就比如说男生说 我和你出去吃饭 记得穿奖就有点 哦是吗 然后呢 你可以说 对啊 毕竟我是那么帅气的小哥哥 需要一个帅 帅气可爱的小姐姐陪衬我 而这个时候呢 女生就会在心里 暗暗的想 这是一个自恋的家伙 可是 他的这种自恋 我又很喜欢 因为这种自恋 我们是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说 我们是让他有情绪波动的 不会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自恋的人 而反而觉得你是一个很可爱的家伙 自己调侃自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而且这种调侃会让女生觉得和你一起聊天是非常轻松的 幽默的自恋是非常好的 有的时候还可以用这种来应对女生的测试 就比如说你是不是经常勾搭女生啊 这个时候你就会说什么 就有的人会一板一眼的回答 就比如说有的人说什么 没有啊 我从来 我从来不去勾搭女生了 那是因为遇见你太喜欢了 这是一类 还有一类是什么 正儿发简的去解释啊 我大概 我大概认识这么多个女生 我就聊过那么两三个吧 而且 谈过的也就 一个 就是很详细很认真的去解释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对你来说 就是 你说完了 可是女生也会觉得 哦 原来她是一个没有办法开玩笑的人 或者说原来她是一个这么 循规蹈矩的人 我觉得和她聊天还蛮闷的 时间长了之后女生就会觉得 嗯 没意思 不想和你聊 很多男生在这种义武意识当中 就丢掉了主动权 那这个时候应该说什么呢 女生说哎 你是不是经常勾搭女生 经常撩拨女生 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说 你是听谁说的 都是女生在撩拨我 就是你需要给她一个好的轻松的氛围 一个好的氛围会让她和你聊得更多 而不是你一板一眼的去回答 回答了之后女生很有可能就是一句哦 好吧 然后她也不再去找话题了 因为她在找什么话题就是她问你答 女生对于这样的聊天模式都是很排斥的啊 很排斥的 然后第三个啊 我们想要推进关系 聊天技巧第三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啥 就是调情身体关系当中啊 那我们女生呢 是如何去办判断一个事情 就是你到底是适合做朋友 备胎还是恋人呢 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个标准 好我们做朋友是什么 我们彼此能够聊 我们彼此能够聊 就很多地方我们是能够一起玩耍的 这个可以做朋友 但是呢 备胎它肯定比朋友要多对吧 为什么呢 备胎是什么 备胎是我和你之间不需要有任何的付出 女生不需要有任何的付出 你会把我想要的都给我 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这个女生现在下暴雨了 在加班 她给你打个电话 我就会下暴雨了 你能不能来接我 你立刻就去了 她喝多了 你能不能来接我 你立刻就去了 她不舒服了 她需要买药吃 你立刻就去了 这就是她没有做任何事情 她没有做任何事情 你就 你就在不停的付出 好 那这个时候她就在判断一个事情 你适合做备胎 你非常的适合 因为你的这种行为 就是在告诉她 我是一个非常适合做备胎的人 当然了 我知道男生的本意都不是说 我想做备胎 肯定不是这样 可是这种行为背后 女生思维的解读 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对女生付出 一定要记住 我们呢 是朋友 就是做朋友的事情 是恋人 才能做恋人的事情 好 我们接着说 那么 什么是 诶 决定你可以做我的男朋友呢 就是 我和你之间 有一些 暧昧 会有一些调情 但是 如果我想得到更多 我就只有和你身体关系 那么女生在这个时候 就会通过大脑的判断 给到她一个信息 好 这个人是适合做男朋友的 所以呢 在爱情里面 一定要记住哈 爱情呢 是基于感性的 而不是理性的 就 被胎和男朋友之间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一个被胎他可能对你非常的好 你的男朋友对你都没有这么好 可是 你依旧无法 把这个人当做自己的恋人 你没有办法和他成为恋人 你觉得 你们的关系 就止步于 备胎 为什么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这就是因为啊 备胎 男生 当备胎 他只敢对女生好 他不敢去 对女生 有任何的调情和暧昧 他的寄托都在于通过我对你的好 让你知道我是适合做恋人的 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你对他的付出 他下班晚了你去接他 他喝多了你送他回家 他需要人送药了你去送他 这是非常理性的一种好 这种理性的好是没有办法激发他情绪的 所以我们需要让他在感性的层面 让他觉得你是适合的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是感性出击 主动进攻 而调情就是非常好的一种进攻 你和女生在聊天的时候 可能会经过一段时间 你们会变得有一点熟悉 那么你在摸清这个女生的一些 嗯 习惯也好啊 性格也好之后 你其实是需要加入一些暧昧的 因为如果没有暧昧 两个人的聊天很快就没有了 举个例子哈 当女生问你你在干嘛呢 你可以回答 我在等你勾搭我呗 然后女生就会说想的美 然后呢你也可以回 对 我发现你有点黏人哦 因为你开始天天都来找我了 女生可能会说你不喜欢吗 对啊 万一黏得太紧 我喘不过气怎么办 然后女生可能就会说 哈哈 那你这个样子 我就怂一点吧 然后你就可以回 哇 你这么贴心吗 那我就奖励你一个情情好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 聊天当中调情的基本框架是什么 啊 曲解 假定的追逐 暧昧的引导和情感的暗示 在例子当中呢哈 我在等你勾搭我呀 就是我们在曲解女生的意思 因为她本来的意思是什么 她本来的意思只是问你在干嘛而已 我们却曲解成一种调戏 因为有这个我们才能够催化出暧昧 经过几次暧昧之后 你会发现两个人的关系 就能够慢慢慢慢的升温到哪里 升温到恋人了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如果说你接着说的是 嗯 我发现你有点黏人了 就是你和一个女生 在聊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们两个人的聊天的频率是OK的 你肯定会发现她还是会主动找你的 她还是会和你保持一个聊天的频率的 而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去捧破这层窗户子 你很害怕一些什么 就比如说害怕这个女生生气 害怕这个女生认为太快了 没有这回事的 谈恋爱这个事情和认识时间的长段 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是什么 情绪的给予 所以你要注意的是一种情绪上的给予够不够 而不是你和她认识时间长不长 所以你就可以去跟这个女生说什么 我发现你有点黏人了 现在开始天天都来找我了 对吧 你现在是在告诉她什么 你需要让她意识到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现在是很微妙的 是很有可能有一些突破的 要让她有这个意思 然后你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话 去试探她的意思是怎么样的 对吧 然后女生说你不喜欢啊 你可以回 对啊 万一黏得太紧 穿不过气怎么办 对吧 就是说 嗯 对吧 那你也在用了我很多时间呢 然后女生呢 可能哈哈 那我松一点 松一点 就很多时候 就有的男生在调情的时候 有一个什么不好的事情 他看到女生可能会 嗯 那算了 然后他就不敢往下接了 其实你要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你都说了 然后呢 你又不敢往下接 女生就会觉得你好怂啊 你看到我不高兴你就不敢了 一定不要这样 就这个时候一定要脸皮厚一点 就哈哈 你这么贴心的话 那么我就送你香吻一枚咯 对吧 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个框架 我再说一遍 虚解加假定追逐 加暧昧的引导 加情感的暗示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 是因为我们要把两个人的感情 往上去推一波 对吧 要往上去推一波 那么往上去推一波 女生的情绪就需要多一点的东西进来 所以呢 今天分享的这三个聊天的技巧 在两个人发展的过程当中 都是离不开的 大家都是离不开的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的去体会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